回到本港 年三十晚行花市是不少人的例牌節目 維園和旺角的連宵市場 入夜後都人頭湧湧 很多檔口都說 今年的生意比去年好 可以過一個肥年 無可以說 入夜後 維園連宵可以說是越夜越旺 人流多 天公又做美 做生意的當然開心 這個大學生連續兩年都在花市擺檔 他說今年的燒情好過去年 今年的燒花這個時刻都回到本 今年的生意額都是正賺的 買室貨的生意一樣旺 就連漲價四至五成的年花 都一樣好消情 老闆可以提早過肥年 大小花都幾乎是差不多賣小的 比往年來說都賣出花少 買花的人多 個個都怕買不到花 就個個來買 旺角花虛的年宵市場熱鬧不順於維園 有中學生自製兔年的桃花 之前賣月要再加貨 年宵未完都差不多買完了 由於農曆年之後 很快就是西方情人節 不所以在年宵市場那裡 一些有情人節寓意的應節公仔 也都大受歡迎 亞洲電視記者毛凱爾報道 不少善信都會在大年初一 去黃大仙慈上頭炷香 黃大仙慈今年也完成了擴建 有善信說秩序比往年好得多 洪耳文報道 趕正11點黃大仙慈大批善信 一起上頭炷香 按照中國傳統 指示是晚上11點 也即是踏入了大年初一的時間 今年黃大仙慈完成擴建 比善信上香的位置多了 加上黃大仙慈禁止善信 帶元寶、粗香和蠟燭 只可以帶9支善香入內 有善信說安排比以往好 踏入套年 有善信說新年願望祈求新一年 香港經濟繼續暢黃 求香港老少平安人人有工作 經濟好一點 身體健康 至於負責管理黃大仙慈的息息園 預計 新春期間入場人士可望達到100萬 比去年增加兩成 亞洲電視記者洪耳文報道 還有幾分鐘就會踏入套年 我們的同事黃衛如和張建業 分別在維園和黃大仙慈 先和黃衛如聊一下 維園那邊還是否很熱鬧 Jofie 是的 昌 在維園這裡 很多市民都一起迎接套年 氣氛非常熱鬧 不少市民都在吃完團年飯之後 來到這裡逛逛花市 一來就逛大運 二來盡最後的機會 假裝年貨 有市民說 今年物價上升 有一些濕貨 好像是一些蘭花或者劍蘭 價錢在減價之後 仍然比去年貴 但是新年一年一次 為了取其好意頭花開苦貴 都不介意花多些錢 希望放在家裡迎接套年 市民吃完團年飯之後 來到這裡 都是希望一起去迎接套年 拿個好意頭 是的 昌 另外有一些檔主都說 今年氣氛其實比去年好很多 因為天氣好的緣故 人流都是非常之多 部份的檔口已經賣了貨 甚至老闆已經開始執拾 希望提早收工 回家裡和家人吃湯演團年 而一些還未賣了貨品的檔 就盡最後的努力 將貨品減價促銷 希望盡量將貨品清掉 然後開開心心地回家 過個開心的套年 這個報導 先將時間給新聞到 謝謝王維瑜 我們再和黃大仙遲的張建業談談 張建業很快便會踏入套年 不少人都依然選擇 在午夜12點上頭煮香 那邊情況如何 現在準備踏入12點 而不少的線訊 已經來到大電外面 準備上香 我們看到大電外面 現在已經是人山人海 準備上第二輪的頭煮香 為何會是第二輪呢 因為其實在剛才的指示 11點開始 就已經有第一批的線訊 來到這裏上頭煮香 其實早在6點開始 線訊不少已經在池外排隊 頭688名的線訊 亦都獲得一個開光的祈福封車 在派發封車的時候 亦都曾經是一度引起混亂的 色色圓就預計 其實在確建工程完成之後 參神的大電 其實可以容納到更加多的線訊 在這裏參拜 所以預計 今年來到黃大仙遲這裏參拜的人 亦都會比往年多 我們剛剛見到 鐘聲已經響了 即是代表踏正12點 現在線訊就爭先 將香插上去香爐上面 我們見到 不少人都是帶備了自己的香竹 但亦都有些人是 不按照大會的規矩 帶了些粗香來的 工作人員就會立即將這些香 拔走的 我們現在見到 線訊不斷地湧上來 秩序都有少少混亂的 不少人都想著 插了頭珠香之後 都在這裏祈求一下 然後才走開 其實所以 又令到後面的線訊 不是那麼容易 可以上到大電前面的 警方亦都在大電的外面 實施人流分流的管制 其實讓這些線訊 分流地慢慢上來的 黃大仙慈會由現在開始 一路開放到年初一的傍晚 六點半的 我們現在會在這裏留意著 最新的情況 先將時間交回新聞部先